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雄观影,我是阿九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峰美剧《一番追踪》第五季的第六集 肖聪一片白光中行为 在刚刚完成的第7053次虚拟实验中 他依然抱抱自己的头 X打算放弃这项实验 让肖真正明白一下 他保护的那个神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主 而是一群愚蠢的家伙 G7这次给出的号码相当幽默 是一个结婚证号 他的意思大概是威胁会来自于一场婚礼 新疆菲比是个标准富二代 老爸肯特是伊万塞马帝国的拥有者 亲王威尔只是个公社律师 与菲比的身份悬殊 所以婚礼不被家族人所看好 李斯赶到一间包房 菲比刚在这里叫了警察 但门口的警员却是一脸暧昧 问李斯顶不顶得住 进去后才知道人家叫的不是警察 而是致服诱惑 翟总告诉李斯不是故意坑他 而是威尔找机会混进婚礼 菲比的一个闺蜜 喜欢的就是李斯这种 银白发高颧骨的壮男 翟总告诉根妹 威尔确保万无一失 他也搞到了一张婚礼请柬 新王威尔的院房叔叔 跟他已经多年不白忘 翟总用五百块买断了他的请柬 反正他是个酒鬼 不会记得这件事 根妹表示自己也很喜欢婚礼 想去凑热闹 但必须有人留下看狗 只好把这个活丢给他 接着他问问李斯的进度 他虽然是一张僵尸脸 无奈菲比的闺蜜就喜欢这种调料 很快搞定了男版身份 顺便还挖了一些料 婚礼的颁奖是威尔的前女友 肯特是个偏心的父亲 本来把塞马帝国交给菲比 但因为他执意要嫁给威尔 肯特决定赶让他姐姐凯文继承 不过即使当不了继承人 菲比仍有不菲的遗产 所以威尔对家族其他人来说 还是个威胁 李斯表示 跟一群富家女待两天 人都要疯 翟总让他多跟马待在一块 没准能好受点 X第一次带着萧出个门 为了讨好他 还买了唐人街那款 变态贱目霸的三明治 X指向远处桥上两个男人 那是两个黑心商人 一个生产劣质空调 一个为卧后国家提供低价疫苗 想说这样的人 弄进监狱不就好吧 X却说没那么简单 因为他们的欺诈行为 很多老人 因无法享受吻气而死于酷热 很多乌干达儿童死于马鎮 他们是杀人犯 而且会继续作恶 为白领而设的高级牢房 对他们来说 足够吗 婚礼嘉宾陆续进入庄园 肯特家门口集结了很多抗议者 传说他给伤马下药 好让他们跑出巅峰状态 所以受到动物保护协会的反对 其中的冠军马上周就赢了数百万 看起来这场婚礼要顺利进行 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 不久后 麻烦果然歪了 菲比对姐姐凯文哭诉 今早他碰到威尔和前女友贝卡在亲热 他竟然还傻傻地相信 他俩现在只是朋友 菲比很矛盾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威尔 凯文宽慰了他 威尔对他的感情是有目共睹的 应该给他个解释的机会 李斯还发现 每当家族成员有活动 他们的摄影师总会在旁边采影 他为肯特家族服务了几十年 他们很多时候 几乎会忘了他的存在 不久后 威尔碰到了翟总 因为他标准的埃尔丸打扮 威尔一眼就认定 这就是他远在埃尔丸的叔叔 只是比原来看起来帅了很多 威尔正在烦心 总算找到个亲戚 就把今早的事情说了出来 前女友贝卡突然来找他 莫名其妙地就往他身上扑 他一顾的父亲总说 叔叔的歌声能让人开心 威尔邀请翟总 一会儿在宴会上高歌一群 翟总立刻懵逼了 这把角色扮演的代价也太大了 一人一狗无聊到报 好在这时跟没接到一个号码 成绩管道设计师霍华德 他听说豆豆正在调查 最近多起人口失踪 包括上级出现的科普帕 感觉霍华德似乎与他们都有关 于是他决定 把案子和狗丢给豆豆 自己还是去最喜欢的婚礼串场 翟总很快接入了庄园的所有监控 肯特曾经和贝卡通话 今早他公司的账户还给了贝卡一万元 很明显 贝卡突然去勾引威尔就是肯特手买的 他的目的是破坏婚礼 但菲比却原谅了威尔 所以他可能还有后手 不久后 婚礼正式开始 新人刚刚步入礼堂 李斯就从人群中发现了两个杀手 杀手与李斯确认过眼神 是自己干不过的人 暂时撤出了婚礼 肖又跟随X见到了另外两个男人 猛猜他们是不是过而愿杀手 X说他们比这可恶多吧 左边的男人生产民航飞机组件 价格却远低于竞争对手 另一个是最大的民航公司高管 他们今天商量的 就是用低价买入偷工减料的组件 两个人都升官发财 但未来五年内 会有飞机因此坠毁 至少2100人因此没命 如果等到那时再出手 一切都晚了 小这时明白 X想证明一个道理 他站错了对 PUI拯救的受害者的方式 往往是达不到目的的 摘总调取刚才的婚礼视频 发现那期间监控被人关了 没有拍下刺客的样子 他们打算找到那个摄影师 从他那里获取照片 这时 根妹直接拿来了摄像机 尽早他让小熊叼着老鼠进了厨房 厨师因此违反了卫生规定 当场被炒 根妹因为会做汤就顶上了 之后他给摄像师下了药 拿到了他的相机 刺客的方向并不是冲着新人歪的 但那些照片上并未发现任何抗议者 所以 也不是抗议者来刺杀肯特 那么目标到底是谁呢 正在这时威尔向宾客们介绍翟总 并邀请他高歌一选 翟总只好硬着头皮开口 一首歌曲唱得曲折离奇 虽然有些找不着调 但歌词拗吼难度大 李斯和根妹都惊呆了 他们从没听过翟总唱歌 宾客们也听得渐入佳境 两个刺客又试图下手 被李根两人阻止 不过让他们意外的是 刺客身上的照片 并不是结婚的两人 也不是肯特 而是那个摄像师 根据豆豆发来的案件资料 肯特被控虐待动物 摄像师是案件的控方证人 他应该拍下了相关照片 所以肯特派人将他灭口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豆豆跟踪目标霍华德 发现他跟布伍斯见了面 布伍斯正通过他 调查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他参与到了五大家族 与政府的合作中 截糊了他们的单子 但布伍斯却查不到他的身份 他们的对话 提到了一个标号为 44208的许客 经查是一份拆除 85号管道的许客 摘作恢复了相机的内存卡 发现了一张 被摄像师删除的照片 那是冠军马赛前拍的 他确实被人吓了药 但吓药的并不是肯特 肯雄杀人的人也不是他 而是他的继承人凯文 丽丝及时从凯文手中 救下了摄影师 虽然他向凯文保证 自己已经把照片删了 但他仍可能赏庭作证 所以凯文要他永远开不了口 他那心软的父亲 不肯给马下药 但不这样哪能赢那么多钱 丽丝没费什么功夫 就搞定了杀手 跟妹骑马救下了摄像师 这段战斗没有任何难度 但为了展示 跟妹绝美的马戏造型 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肖今天的最后一战 是个地下赌局 不过参加的人 并不是黑心富商 而是几个车臣分子 他们攻击的目标 是俄国斯领事馆 目的是引发国家矛盾 那些爆炸物 凭借宝宝的能力 是检测不出来的 估计只会在爆炸发生前 才会掉号 而小萨早已经锁定了他们 说完 德西马的特工就出手干掉了他们 X告诉肖 小萨才是真正的英雄 婚礼结束后 摄像师的工作也就此结束了 李斯可以不必再客串制服武难 跟妹邀请翟总挑最后一支舞 他早就猜到翟总那场博弈的结果 宝宝无法战胜小萨 但如果让机器保持开放 允许他自主策划 行动 一定会威力大增 他知道翟总担心什么 机器一旦有了绝对权力 可能就会被腐蚀 翟总说 他担心的不是机器 还有他们自己 想象人一旦有了绝对权力 不知道还能不能自控 豆豆找到了85号旧管道 在那里发现了他调查的多名失踪者 他们早就是尸体了 包括今早上才见过的布鲁斯 或华德 以及之前失踪的克普帕 原来管道要拆除的原因 就是为了毁尸灭尽 豆豆意识到 这一定与布鲁斯说的 哪个新入局者有关 于是立刻给李斯打电话 但这时 管道爆破却突然开始了 小萨消灭了今天所见到的威胁 最后 他决定见一见萧 101号执行者 仍然充当他的代言人 人为的本性是狭隘的 他们会互相争斗 除非他们把命运交给自己 萧布接受这个说法 101按下手里的开关 领事馆硬声爆炸 不久后文方就会因此事向美国问责 恐怖分子一个炸弹就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小萨有办法可以停止这种互相残杀 说完 他们面前火光四起 萧再次从昏迷中醒来 刚才的一切依旧不是真的 小萨对他停止了虚拟实验 转而使用了思维植入 X问萧 现在你的想法改变了吗 以上就是一番追踪第五集第六集 从主线发展可以看出 小萨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为实现对全人为的控制 默默其升了很多个体 管道里的死者就是其中一部分 他还加大了对萧的洗脑力度 希望他能沉浮于自己 那么豆豆是否能从这场爆破中逃出 萧的立场是否又会转变呢 各种发展请继续关注本局更新 同时形式系列继续在我地方等你 感兴趣的赶快去看看吧 好吧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